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学上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全球范围内一天 平均要消耗22.5亿杯咖啡 杯子都可以可绕地球7.5圈 不得不说 这个数值真的很夸张 一 长期喝咖啡的人 最后会怎样 大家都知道 咖啡具有很好的提神功能 但其实它的作用 不仅仅只有提神这一项 它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好处 那每天喝咖啡的人 身体最后会收获什么 一 改善大脑代谢 临床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 经常饮用咖啡 对于增强大脑代谢有帮助 可增强人体的记忆和学习能力 饮用咖啡时 脑内的乙鲜胆碱水平会下降 大脑代谢率会因此而增加 咖啡因还能参与蛋白质调节翻译 脂质代谢以及胰岛素相关的代谢过程 这些可帮助增加突出相关蛋白的水平 继而帮助提高记忆力 学习能力 对中老年人而言 咖啡还能减缓脑神经细胞的损耗速度 降低41%的老年痴呆风险 2.降低肝脏硬度 发表在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一项涉及15万人的研究显示 每天喝超过一杯咖啡的人 与每天喝少于一杯咖啡的人相比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 肝纤维化风险减少33% 3.降低糖尿病风险 英国医学期刊上的研究指出 血浆内有较高的咖啡因浓度 可降低体内的脂肪含量 对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 有一定预防作用 4.帮助降低尿酸 有研究人员对酒下 涉及17万余名受试者的研究 进行了会脆分析发现 咖啡对于血清内尿酸水平 有明显的降低作用 且在男性身上作用更明显 男性每日饮用1-3杯即可看到效果 女性则需要4-6杯 但喝咖啡时 注意不要放太多糖 煮咖啡时最好用滤脂过滤 这样做 可以降低咖啡内的咖啡醇浓度 可避免体内胆固醇水平上升 需要提醒的是 孕妇 高血压 失眠 焦虑症 以及胃部健康较差的人群 建议最好不要喝咖啡 避免加重自身的不适症状 2.同时爱喝茶喝咖啡的人 3.死亡风险降到最低 生活中喝茶 喝咖啡的人都不少 那这俩到底哪个好呢 1.爱喝茶的人 糖尿病风险更低 权威医学杂志ESD上 刊登了一项 由武汉科技大学开展的研究数据 内容显示 适量饮用茶 可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如每天饮用大于等于4杯茶 可降低17%的糖尿病的患病风险 2.爱喝咖啡的人 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更低 2022年 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 刊登了一项 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开展的研究显示 每天喝二杠三杯咖啡 包括腺膜咖啡 速溶咖啡 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的人 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比不喝咖啡的人低 且寿命也较长 具体为喝速溶咖啡的人 死亡风险降低11% 喝不含咖啡因的咖啡的人 死亡风险降低14% 喝腺膜咖啡的人 死亡风险降低27% 可见 不管是咖啡还是茶 适量喝 对健康都是有益的 中国喝茶 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 越来越多的国人 私底下茶和咖啡都来 这个比例达到了70% 很多科学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 到底喝茶加咖啡 对身体是好还是坏呢 近日在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上 中国武汉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 公布了一项 涉及八个国家19项队列 107万名受试者的喝茶 与健康之间的关联研究 该研究显示 每天适量喝红茶 绿茶或乌龙茶 大于等于四杯茶 在平均十年时间内 二型糖尿病风险下降17% 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 从英国生物样本库内 收集了50万群众的纵向队列数据 分析咖啡和茶单独饮用 或组合饮用与总死亡率 特定原因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相关结果 发表在BMC Medicine上 研究指出 喝茶加咖啡的受试者 与两种都不喝的相比较 或与更低的全因 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相关 只喝茶的人当中 每日喝二至四杯茶的人 与不喝茶的人相比 呼吸系统疾病 心血管疾病 和全因死亡风险降至最低水平 调整了其他的混杂因素后 全因死亡风险下降了23% 只喝咖啡的人当中 每日饮用咖啡 小于一至二杯的人 相较于不饮用的人 呼吸系统疾病 心血管疾病 和全因死亡风险 降至最低水平 调整了其他混杂因素后 全因死亡风险下降了20% 同时喝咖啡和茶的人 获益更为明显 每日饮用一至二杯咖啡 加二至四杯茶 可以让全因死亡风险下降22%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24% 呼吸系统死亡风险下降31% 什么人不合适喝茶和咖啡 茶和咖啡再好 也不适合每个人 有的人喝这两样东西 反而可能伤身 要注意避免 一 常年失眠或者准备入睡的人 茶叶当中含咖啡因 具有兴奋大脑的作用 所以准备入睡的人 最好不要喝 不然很容易影响睡眠 而失眠的人 本身睡眠质量就不好 此时再饮茶 只会雪上加霜 二 胃不好的人 胃不好的人喝茶是有讲究的 建议尽量选择红茶和普尔等茶叶 且一定要注意控制饮用量与浓度 少喝绿茶和新茶 这类茶对胃黏膜的刺激较大 容易导致胃不适 三 正在服药的人 药物当中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 此时喝茶 容易与茶中的茶碱和柔酸发生反应 从而影响药效 所以正在服药的人 最好不要喝茶 要喝最好间隔一小时 三 不论喝茶还是喝咖啡 这三点都要牢记 虽说喝茶与喝咖啡都可给健康带来一定好处 但在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三件事 避免因为不当的饮用方式 威胁健康 一 不要喝得太烫 世卫组织将大于65摄氏度的饮品 列为了致癌物 长期饮用烫水 会导致食管癌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 对此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及时做出改变 二 不要喝得太晚 咖啡和茶内都有咖啡因成分 喝得过晚 容易影响到正常的睡眠质量 建议在早晨或午餐后饮用为宜 三 不要喝得超量 咖啡摄入量 建议保持在每日小于五杯 茶保持在每日四至五杯即可 切不可贪多 过量摄入容易给身体带来不好的影响 生活中 适当饮用咖啡 可给健康带来一定的好处 但在饮用时 一定要牢记以上几点小建议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 一项报道中曾提到 不少人都有一种特别的睡眠习惯 睡觉时从被窝里伸出一只脚 别看它有些古怪 这背后可是有科学依据支持的 一 睡觉时尽量把脚录在外面 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大家睡觉 都喜欢把脚伸在被子外呢 脚部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密布着丰富的穴位和神经经络网络 当体内温度升高时 把脚录在外面 可以散发热量 降低身体温度 更快进入梦乡 睡得更安稳舒适 神经科学家马修 沃克 在其著作 为什么我们需要睡觉中也提到 相较于一个过热的环境 人们在稍微冷一些的房间中 更容易入睡 相反 睡觉时一直把脚放在被子里 就会阻碍皮肤散热 给健康带来一些副作用 广东省中医院 治卫病中心主治医生范宇鹏表示 被窝里温度太高 会让人的机体代谢变得旺盛 能量消耗大大增加 汗液排泄随之增多 醒来后容易感到烦躁 疲劳 困倦 头昏脑炸 不过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睡觉时 把脚放到被子外 这二类人 还是以保暖脚部为好 体质偏寒的女性 睡觉时 长时间把脚暴露在冷空气中 寒气会从脚底穴位入侵体内 寒气多了 不仅容易让人感冒发烧 还会引起公寒 出现经期不适 经血排出不畅等问题 关节炎患者 对于那些关节不太好 或者有风湿病的朋友来说 露出脚部会让关节受凉 疼得更厉害 二 晚上睡觉的关键是肝 若有四种表现 或是肝火旺盛 睡觉把脚放到被子外 这么做 不仅能帮你睡得更香 对肝脏也是有好处的 中医认为 失眠与肝脏功能大有关系 当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时 血液会汇聚到肝脏 特别是在凌晨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 肝脏的工作最为繁忙 如果这时候肝脏出了问题 让血液回流得不顺 就会引发身体失衡 继而出现失眠等睡眠问题 把脚露出到被子外这个小动作 能帮助我们在入睡期间降低体温 快速入眠 进而起到养护肝脏的作用 除了失眠 如果肝火旺 睡觉也会有几种表现提醒你 湖北省武汉市 第五医院的中医科主治医师 郝亚明提醒 如果体内的肝火太旺 首先会体现在睡眠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晚上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正是肝火太旺 影响入睡状态 半夜容易醒 当肝火太旺盛 影响到肝脏的排毒时 就会表现为睡得正香 却突然莫名醒来 尤其是凌晨一点到三点 多梦 一晚上梦 一个接一个 感觉像是看了一晚上电影 这是因为肝火太旺了 搞得心神不宁 连睡觉都睡不安稳 口干舌燥 肝脏与身体的水分调节有关 当醒来时 感觉口干或喉咙痛 这也是肝火旺盛的一个迹象 三 身体健康的人 睡觉都有四种特征 你占几个 没有上面说的表现 先恭喜你 说明肝脏运作得很健康 除此之外 如果晚上睡觉时 还有这四个表现 可喜可贺 说明你的身体还硬朗得很 一 呼吸顺畅 心脏健康 心脏是身体的泵 负责把血液打到全身 如果心脏功能好 血液流动就顺畅 氧气供应充足 睡觉时呼吸自然就平稳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疼痛科罗民医生提醒 睡觉时躺下感觉到气短 呼吸不畅或呼吸困难 需注意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 二 夜无多尿 肾脏健康 肾脏在夜间会调节过滤速度 保持尿液产生的速度 来适应身体需求 如果晚上不起液或只起液一两次 说明肾脏在夜间的过滤和调节功能很正常 还有糖尿病 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也会损害肾脏 增加夜间尿量 没有频繁起液 也意味着没有这些慢性疾病 或者他们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三 脚步抽筋 腰椎健康 夜里睡觉 脚步抽筋 通常说明腰椎和周围神经 肌肉都很健康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关节于股病外科副主任 王健提到 腰椎肩盘突出或腰椎管狭窄 会压迫到神经根 这些神经根控制着下肢的感觉和运动 当神经受到压迫时 就会引起脚抽筋 四 不单侧流口水 血管健康 睡觉时不会单侧流口水 说明血管健康 没有动脉硬化或其他阻塞 能保证面部肌肉和神经 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 对于成年人来说 如果突然开始睡觉时 只往一边流口水 那可得流神了 这正是血管堵塞的信号 四 年过六十 怎么才能睡个安稳觉 可见 睡觉这件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对健康非常重要 不少老年人都很苦恼 步入老年 睡眠质量是越来越差 总是睡不着 或者半夜醒来好几次 到底怎么才能睡个安稳觉呢 首先 睡觉并非越多越好 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一项研究指出 老年人睡太久 会升高多种疾病风险 减少预期寿命 而每晚睡七至八小时的人 死亡率最低 也就是说 老年人睡到这个时长 对身体健康更有利 其次 做到规律作息 每天尽量在相同的时间 上床睡觉和起床 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 另外 睡前进行放松身心的活动 如阅读 听清音乐或冥想 少点玩手机等电子产品 可以加快入睡 提高睡眠质量 最后 选择舒适的睡姿 一般来说 侧卧或仰卧 通常比腹卧更健康 可以使用枕头支撑膝盖和背部 让自己睡得更舒服 一个安稳的睡眠 是健康的加油站 愿大家今晚 都能拥有一个好睡眠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